好 那我們剛剛講熱門題材 要來問一下我們沈老師 沈老師這個存股教主 萬事還有辦法存股嗎 現在你的萬事選股法則怎麼挑 其實現在大盤說一萬四千點 一萬四點但是最主要就是台積電 本來萬事如意現在變成危機四伏 沒有啦 因為台積電權重太重了 台積電現在占大盤已經30%了 所以說你如果說覺得萬事高點 好像這樣看好像也不大準 因為現在大盤就是都受到台積電的影響 所以說還是建議就是選股不選市 就是說我們還是可以挑 比如說像我就比較偏好說 比如說本利比大概十倍左右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那種產業的龍頭 產業龍頭就是說我們看還是說 因為我們存股嘛 我們存股第一個就是希望說要領股利嘛 再來就是產業龍頭 產業龍頭基本上 所以說我在這裡我就分享一下 我今年我今年也是大概買了 買了幾十張的那個水泥股 其實台泥跟亞泥我都有買 台泥跟亞泥都有買 其實我的原因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2020年其實 其實經濟狀況不會太好 你如果說拿中國道路來講 你看他第一劑肺炎嘛 第二劑好像在做水災嘛 現在疫情慢慢的起來 所以說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國家他想要經濟成長率要起來 一些基礎建設還是要出來 那所有的建設都需要一個東西叫做水泥 所以說台灣泥這股票 我基本上我是都長期投資 我長期投資 今年又再加碼買 今年又再加碼 我長期投資 他的原則很簡單 因為其實你看台泥他基本上 配的都還不錯 配的都還不錯 我的策略很簡單 就大概看到四十塊以下 我就會慢慢接 所以說今年有 今年除息後有到四十塊以下 所以說我就慢慢接 不過他的股價 大概也不要指望像台積電這樣漲 他就是在景氣循環 所以說大概股價到了相對高點 比如說靠近五十塊 我個人 我就考慮把它出頭這樣子 如果說在區間的話 我就怎樣 就領鼓勵了 所以說在這裡就是 現金股票加起來七趴多也蠻好的 那股票今年0.5 你看股票田就是5趴嘛 那所以說以台泥來講 台泥我就喜歡花一條線就是四十塊 我剛剛講的就大概花一條線四十塊 以下我就考慮去買它 以下大概四十塊以下我就會去接它了 但是他靠近五十 通常靠近五十 他就是那個鍋蓋區了 股價高了 再來就是殖利率可能也不會太迷人 所以說如果說靠近五十 反正我就是在這樣子區間操作 也可以看這個K率指標就對了 這個是看的是周K 為什麼看周K 因為我基本上還是長期投資 所以說我就看比較長 比較長就看周K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你 如果說周K在低點 黃金交叉的話 基本上都是不錯的買點 OK好 這操作還蠻簡單的 幼稚 殖利率保護 存股在萬四的話 杜董你會建議嗎 有人講說今年我們短五節是萬三 中秋節是萬四 零年存一個萬五 所以每個一個 是這樣嗎 有接近 那萬四的話我這邊有統計資料 我們平常都用三個指標 本益比 殖利率跟股價淨值比 這個叫中長期歷史評比法 那你看到我們現在本益比是18.78 大概我們今年高點是1427 大概18.9 那我們這六年來我們最高到19%左右 那我剛才講說 明年如果看15871 換算本益比大概21.13 這是本益比 那殖利率的話 就我們現在早期很多人都說 臺股因為殖利率有4.74% 是非常便宜的股市 可是現在已經萬四 所以統計資料的話 現在殖利率剩下3.21 所以如果像這個月又漲了400多點 大概只剩下3.1 所以我們臺股不應該再說 我們殖利率非常便宜 這是我們要拿掉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股價淨值比 一般來講 我們以前大概一倍到兩倍 我現在統計資料交易所公佈的話 是2.02 也是比較貴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股在萬四的話 這三個指標有沒有 有兩項已經偏貴了 只有貧義比還稍微有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大概目前假設說 明年還有一個高點 大家一定把這個 不管貧義比殖利率股價淨值比 你要記得說 台股已經在高檔上面 這是我們統計資料裡面的三個 中長期歷史評比法 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買貴 所以剛才陳老師來說 買這個10倍以下的 好我要問你現在台股 說完盤這個是14248點 今天上漲61點 那台積電平盤 500元的台積電還適合存股嗎 我們按鈴按一下好不好 台積電500元 適合繼續給他存下去嗎 哎呦 三位大佬 這個意見一致 都適合 來問一下這個 手上現在台積電最多 應該陳老師 歷史悠久 一頭拉苦 恭喜你 羨慕你 沒有啦 以前以前年輕不懂事 不然就多存一點 年輕不懂事 年輕不懂事 那台積電 台積電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買公司 我第一個我要找 其實我就是從產業去分析 對 產業分析就是說 我們看看你看最近這樣疫情一來 你看5G這個產業 還有人工智慧這個產業 你看電動車自駕車 對 我是覺得這個科技一定是往前 你科技一直往前 科技一直往前 你都需要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IC 那你看現在這個肺炎疫情一來 宅經濟 宅經濟你在家裡面 比如說網路 對 你在家裡面用網路 用筆電什麼 其實都需要一個東西叫IC 包含將來5G機利台 所以說我個人覺得說 這個產業應該是蓬勃發展 就是科技在成長 IC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多 所以說我個人來講 我個人來講我還是抱著他 當然我還是會做一下那個 基本的那種 來位操作 來位操作 那目前我們按照看到一些那種研究報告的分析 分析的話大概大概就是今年大概1%19%20塊左右 明年有機會到21%22% 後年有人估到25塊 那其實台積電比較衰衰衰衰在說台幣升值 你如果說因為現在28嘛 你如果說用31%32%來算的話 因為他賺美金 那個錢會出來 所以說如果說 將來美金 美金升回來對不對 那將來我是相信 所以說 重點還是看他的本業 那台積電看他的本業 我除了就是美 就看他的月報跟季報額 還看一個指標 資本支出 就是你看看這種半導體廠 他如果資本支出一直增加 你看他現在南科什麼都在欠人 最近你看連台積電這種 前三季已經賺3000億的公司 最近還發了185億的公司債 所以說你會發現他一直在怎樣 一直在擴產 未來希望無窮 所以說如果說台積電 台積電我們以前也看過 也看過就是說 他降低那個資本支出 如果說他降低資本支出 對我來講 才是會是一個警訊 如果說他沒有降 基本上我還是覺得還OK 甚至他最近幾年 一直在增加那個資本支出 那按照我的觀察 台積電本業比大概就20% 到25倍之間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利用 這樣子來估價 而且他其實他在美國 這次高點你有賣嗎 我還抱著 OK 我最近一次買 其實我台積電 我就是進 我就是抱著 但是便利我會買 買了以後我還是會出掉 就是常抱了 再加上做短線 他為什麼就持續一直抱著 他抱緊處理就好了 再回到20年前 我就抱緊處理 沒有啦 我自己的股票 就是我自己手上有的 我都抱著 但是就是說我利用他區間 我再怎樣 像我最近最近買金就是大概在 440塊附近 我買 買啊但是也賺不多 大概460 470 把它賣掉了 這個只是額外賺零用錢 但是抱著的還是持續抱著 意思就是說我如果看到他的K 日K大概20以下我就有興趣 他有興趣意思說我會去多買 但是他當他K上來的時候 我就把它再除掉這樣子 這個是短線的部分 短線你要這個娛樂一下 賺點零用錢 台積電長線報 他股息不迷人 所以說你還是要做點娛樂 賺點零用錢 這樣 ok好 杜老師 台積電你有算嗎 他的股價合理推估的 對 我為什麼按說可以值得投資 因為我認為明年 二三月大盤還可以漲10% 那今天有台積電的份 那你看到我們一般來講 這邊是他的獲利EPS 剛才有講大概19到21 那貶疫比這27年來 台積電最低的貶疫比是6倍 過度悲觀 曾經最高的貶疫比是126倍 過度樂觀 所以一般來講 台積電126倍 對126倍那時候是多高 我們現在不是20幾倍而已 所以我這邊有做一個圖 就是說假設 這個以這個EPS 我要講 像有個人更 孤得更樂觀 三四年後台積電是 EPS是30塊 乘以20倍就600塊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期間 我畫這個圖 就是說大家 看他EPS要多少 貶疫比多少 你去拿呢 那現在最高點是525塊 所以你如果這樣加10% 到明年相對高點 我認為來回做 就是因為已經上500塊的台積電 理論上如果有幾漲 像11月份 他一個月就漲了30幾八 你應該可以漏袋 短線跟他來回一下 這是我對他的 貶疫比跟EPS裡面的合理的估計 OK好 這個交易期差不多 鄭錢 你有改變說法 就是買買買 我想我只在增加一點 台積電就買買買 剛剛我們博外教授提到 對於其實底面上 持續上升的東西很多 台積電厲害的地方在於 這個產業 support不上升 我想就點名點點 底面上升很多產業 底面都上升 但可怕的地方就是 晶圓代工 特別是高端的晶圓代工 support不上升 而且那底面跟support的這個差距 差距的非常大 這不是彈塔 這不是做一個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這邊要特別強調 台積電如果哪一天 變成全球市值王的時候 大家都不要太訝異 全球市值王 哇 我們新年代的盼望 財電充充充 我們在這邊還是 今天是財政人的 是財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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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人的